各位網友,今早突然傳出來的消息,就是李克強逝世, 這個是大家覺得幾shocking的,因為李克強其實是比較年輕的, 大家知道中共的元老裏面,做過政治局常委的,最老的宋平不止105歲,江澤民去年去世都是90多歲, 朱鎔基說病危很多次,都未死,反而首先死了李克強, 他死的地方在上海的東郊賓館,這個是一個超級豪華的賓館, 其中的南樓不對外的,轉是給官方的人住的, 在這裏就是,他去了上海,他之前十日八日,他去了敦煌那裏, 他氣息還是不錯的,早一陣子,那些人甲道歡呼總理,叫他做總理, 好,26號上午游泳的時候,心機耿濕, 他是江西武林人, 安徽定元,1976年加入共產黨, 他是中國總理入面,學問最高的一個, 是北京大學的法律系碩士, 和博士畢業於中國大學經濟學院, 我看過他寫的,他合著一本書,講世界經濟政治制度, 其實我引過很多次的一本書, 他是反對功能組別的, 你看看李克強,反對功能組別, 香港有什麼理由搞功能組別呢, 他其實就是共青團的總書記, 然後後來派了出去做封疆大理, 在遼寧做到省長, 然後就在河南做到省長,省委書記, 然後就調回來, 他是做了三屆的政治局常委, 2007年就是關鍵的一年, 那時候應該是開始, 因為2012年胡錦濤退位, 就要找人接班, 他很明顯就是胡錦濤屬意的人, 那時候團派有兩個人是最厲害的, 一個就是李克強, 一個就是李元朝, 李元朝結果做了組織部長, 然後還有汪洋, 這三個是團派的明日之星, 而團派還有一個更加年輕的就是胡春華, 他做了15年政治局常委, 一屆副總理, 然後就是總理, 李克強呢, 我解釋一下團派給大家聽, 團派就是共青團, 共青團有了很久, 但是共青團的祖師爺就是胡耀邦, 確實創立, 共青團制度的就是胡耀邦, 共青團是怎樣呢? 共青團的人呢, 就是你讀大學的時候很厲害, 表現出讀書又厲害, 又愛黨, 又入了黨, 就提拔去入共青團, 入了共青團呢, 你就入了去中央北京共青團的黨校那裏學習, 學完之後就派去做共青團的各種職務, 表現好了, 一路升, 升到共青團的總書記那一刻, 你一外放就已經是省長了, 去地方歷練, 再翻進來, 就可以做到政治局委員, 副總理這些職位, 很厲害, 大家看一下, 胡耀邦之後, 胡錦濤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就是因為共青團的總書記, 現在李克強, 多年輕, 做完15年政治局常委, 退休, 都只有68歲, 胡春華今年, 都只有62、3歲, 汪洋還未夠68歲, 李元朝還未夠68歲, 你看到他們明顯是比其他的人年輕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升官接敬, 明白嗎, 就是等於明稱的漢林苑, 你讀書很厲害才進入到漢林苑, 在漢林苑學習之後, 你在外放, 最低限度就是, 外面就是院官, 裡面就是做主事, 中書樹人那些人, 中書這樣的官, 幾下就是升到上去, 這個就是漢林苑, 比起你做其他事情升上來的那些是快很多, 所以他們那些人這麼年輕, 這是一種, 因為你靠你的資歷升上來, 是有段時間捱的, 捱到上來是不是很老, 這樣不行, 漢林苑就是一個, 提拔學術精英, 而加以訓練, 迅速升官的途徑, 於是那些人, 而且在漢林苑學習, 就將你的意識形態統一了, 大家都是同一間學校出來的, 就是等於共青團, 他們共青團的黨校, 就將這班人凝聚成為一體, 但是共青團這班人, 是比較講話厲害的, 他們學術地位比較高的, 比起由地方, 那些地方官升上來的那些, 他們年輕, 學力高, 會講話, 但是問題就是, 比起那些一路慢慢在地方升上來的人, 他們權力鬥爭沒有那麼厲害, 是比較幼嫩的, 這個是他們的問題, 這個是, 好了, 我告訴大家, 一會兒我們講到, 李克強的性格, 那時候我會將, 李克強的性格的弱點講, 就會講到共青團, 其實已經是毀滅了, 在習近平手上, 習近平不是共青團出身, 他不容許有一個這樣的東西存在, 是徹底被毀滅了, 在習近平手上, 而李克強就坐在那裡, 一粒聲都不出, 好了, 今年3月5日他退休, 今年春光明媚如目春風, 人家說, 人在幹天在汗, 看上來蒼天有眼, 這個就是, 他是肯定國務院和人這麼多年辛苦, 其實去到今年3月, 他已經覺得他沒有什麼好做, 聽說, 他和汪洋兩個, 都是自動要求離職的, 不想再做了, 做夠了, 當然習近平是不是真心想留他呢, 有一件事, 我跟大家講三件事, 第一是性格, 第二是政績, 然後講他自己的死因, 這個, 李克強的性格, 他是一個書生, 從來的國務院總理, 我聽他說, 他的英文是最好的, 可以說是, 所有中共高官, 政治局常委入面, 他的英文是講得流利的, 江澤民懂得講英文, 但是是不流利的, 江澤民也懂得講英文, 習近平就沒有翻譯, 整個傻了, 最簡單的英文都聽不到, 好了, 我要這樣講, 這個人, 他第一天開始, 他就不是一個很強悍的人, 他是不會跟你歷爭一些東西的, 其實一開始他上任的時候, 那些人就講習理體制, 因為他有講, 李克強經濟學, 李克強, 他講了兩件事, 第一, 叫李克強指數, 他不信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他說是要看什麼呢, 看火車的運輸量, 發電, 這幾個factor, 來決定經濟究竟是怎樣, 這一點就顯示出, 他是一個比較講真話的人, 這個比較講真話的人, 肯面對現實, 第二, 他是懂得經濟學的, 李克強經濟學原本是應該不要再學溫家寶那樣大力去放水刺激經濟, 轉向市場化, 那些國營企業再收縮一些業務, 然後等民營企業多些發展, 多些和外國接軌, 但是他完全堅持不到, 我們首先講講他一上台發生什麼事, 本來國務院總理是很大權的, 即是在中南海分為南院和北院, 國務院總理當然很多人, 國務院當然很多人, 他們掌握日常的政務, 那班很多都是職業官僚, 他們掌握經濟, 金融, 內政, 教育這些東西, 全部在國務院的手上, 原理上, 黨中央只是主持什麼呢, 最重要的就是人事, 哪個升級呢, 就一定要黨中央批准, 在政治上, 是不是共產黨的人, 看看你什麼派系的人, 宣傳怎樣掌握意識形態, 就是這些東西呢, 就是組織, 就是這個黨中央的幾大部門, 即是黨委書記, 譬如一個省的黨委書記, 他是掌握了整個省, 那些人誰升級不升級的人事調面, 最大權就是黨委書記, 然後他掌握了意識形態, 然後就是那個省長呢, 就是拿著一些錢的, 怎樣去建設一些東西, 那個是省長的權, 然後省長下面呢, 就有一個副省長, 就是通常就是管理政法系, 就是公檢法這些, 抓人這些, 其實是這樣分工的, 下面還有很多的, 就是吸引外資, 搞這個分工管農業, 分工管教育, 下面有很多的副省長, 但基本上那個分工就是這樣, 好了, 習近平一上台, 他就做了很多個政策委員會, 這些政策小組, 做了十幾個政策小組出來, 那個政策小組他自己做主席, 然後就直接, 下指令下去, 要做什麼事情, 全部由政策小組管, 那麼, 李克強呢, 就被架空了, 結果呢, 李克強呢, 就做多些什麼事情呢, 首先第一, 這個重要的事情, 大權, 已經是握了在這個, 習近平自己領導政策小組上面, 第二, 其實習近平, 一早就放了一個人在那裏, 就是劉鶴, 劉鶴就, 抓住了, 全部金融那些東西, 就是, 對外貿易, 人民銀行, 這個貨幣, 這個貨幣, 貨幣政策, 這些東西呢, 全部握在劉鶴手上, 現在呢, 就握在何立峰手上, 就是由李克強的權力, 就削了這範圍出來, 削了這範圍出來, 但是我們看一下, 我告訴你, 李克強的性格, 其實你不能怪習近平, 你看回他, 就是從來都不是一個很強硬, 這樣站出來, 獨樹一次的人, 那麼他的性格疲弱呢, 是在他的政績那裏看出來, 但是我這裏指出一件, 最重大的事, 他和汪洋竟然沒有反對, 就是習近平呢, 是揮除了, 這個, 共青團的中央, 共青團中央的budget, 每年是有幾億, 就是提拔那些人上來, 共青團學院, 然後訓練那些人, 沒有了, 是團滅了, 連根拔起了共青團, 他和汪洋兩個, 都不反對的, 這個是他被習近平, 撒到吞吞著, 一開始習近平在疫情期間, 不知道怎樣, 就找了李克強做對策委員會的主席, 李克強去了武漢, 後來習近平不是很久,他一發現可以控制到,靠封城那一刻,他就立即見世衛組織的主席, 就說他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立即搶回他的權,李克強,習近平一直容忍了他十年, 因為李克強偶然有些不同調的聲音出來,但基本上他是不敢對抗習近平的, 譬如最後幾件事,有些這樣的事情,習近平都不聽他的,他提出地攤經濟, 習近平就覺得很沒面子,那些人就放回地攤,其實他是想等那些小市民多些方法賺錢, 性格軟弱,好,是歷任總理入面最弱勢的, 就是之前是周恩來,周恩來不要理了,周恩來就是華國鋒,華國鋒之後, 然後就是鄧小平,不是鄧小平,是趙紫陽,趙紫陽是一個很強勢的人, 趙紫陽,他是有他自己的意見,所以才最後跟鄧小平衝突, 趙紫陽,我要講,中國的改革開放,歷任的總理, 趙紫陽是最先准許那些人包產渡戶, 把田分給人家,被農業經濟自由化, 這個是趙紫陽和萬里搞出來的,後來中央跟隨, 果然農業經濟活潑了,又放了人去做那些個體戶, 做少許生意,到了八幾年的時候,趙紫陽就是, 因為那時候,就是怎樣呢,很多官島, 因為有計劃經濟,有市場經濟, 那些東西有兩個價錢,計劃經濟很便宜, 去供應那時候,他又不夠供應, 另外市場的價錢就很貴, 於是那些人就怎樣賺錢呢, 是拿些批文拿了官方的東西出來,然後就賣去私人市場, 就賺大錢,這些都叫官島, 就造成很多的貪污, 趙紫陽就想把兩個價錢合一,這個叫價格改價, 結果造成泥天大禍,這個通脹去到十幾個巴仙, 這個官島和這個高通脹, 就造成八九的真正原因, 好了,到了朱鎔基收集過殘局, 趙紫陽之後,就到李鵬, 李鵬是完全不懂經濟的, 他是搞水利的,結果他弄了一個三峽出來, 但是他不懂經濟,他的宏觀調控, 搞到中國的經濟奄奄一息, 於是就找了上海市長朱鎔基來做常務總理, 然後做總理,朱鎔基就是改革中國的經濟, 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朱鎔基的改革開放, 其中幾樣東西我告訴大家,很簡單, 我親眼看著他把很多國營的公司全部賣出來, 結果剩下一點點,以前所有東西都是國營的, 我告訴大家,我回到大陸的時候, 92、93年的時候, 一間紡織廠是幾萬人的, 是包幾萬人的食住的, 紡織廠非法,什麼都是國營的, 那他有很多,樓有很多資產的, 這些全部賣出去, 變成這些輕工業,這些全部變成民營的, 服務式行業, 這是第一, 只剩下銀行啊, 金融啊, 原材料啊, 這些東西,石油啊, 這些東西是國營的, 第一, 大部分生意, 朱鎔基不惜一切都賣出去, 等那些國營企業全部下降, 沒得做, 我們那時候回去西山緬專廠也是這樣, 緬專廠交了給我們經營, 他們有千幾個工人, 我們每個月負責出百多元工資, 給那千幾個工人, 直到他們找到工作, 結果因為鼓勵民營經濟, 就是吸收了這些工人, 結果幾年來解決了, 這是第一, 第二, 確立了現在的人民幣制度, 他將人民幣大幅度貶值, 然後規定, 以後要發行人民幣, 一定要有外匯, 有多少外匯發行多少人民幣, 然後將那些商業銀行, 那些壞的資產, 調去幾間那些資產公司, 那些整理資產的公司, 好像華潤, 將那些負資產撥走, 讓他健康, 然後拿他上市, 於是建立了現在的金融系統, 六大商業銀行, 城市商業銀行, 以及農業銀行, 農鄉行, 三個level的銀行體系, 朱鎔基建立的, 整套外匯體系是朱鎔基建立的, 然後還有兩個改革, 就是房屋, 全部變成以前, 你不知道, 以前沒有私人有屋的, 所有屋都是單位被職工住的, 我要先解釋給大家聽, 你畢業, 或者你讀完書, 你工作, 你找到一個崗位, 你入了那個崗位, 你就要做一輩子, 他就有一個file跟著你一輩子, 不准補得轉工, 你在這裏得罪了人, 一輩子他就調你去其他職位, 也不可以解僱, 這個就叫做有36, 不做有36, 所以大多數人都不做事, 就要有屋給你住, 當然沒有錢蓋房子, 房子就很擠, 這個就聽了香港人的制度, 其實整套抄香港, 將地70年租給你, 然後讓你私人蓋房子, 這個醫療也是搞不定, 公共醫療就很嚴重, 於是吸收了新加坡那套制度, 其實現在那套醫保制度, 整個架構, 和地方分稅制, 這個非常嚴重, 以前就是中央收了所有稅回去, 地方就是, 中央撥些錢給地方, 給地方花, 收稅的就是中央, 每年就用三四個月講數, 喂,我不夠花, 講幾個月的數, 求中央撥多少錢給你, 這個朱鎔基不好, 以後收回來的稅, 譬如哪一種稅, 最厲害的就是value added tax, 這個value added tax, 就是中央六成, 地方四成, 有些是五五, 大家知道嗎, income tax, 大家, 看著你的數, 你自己看著你的數, 這個就叫, 賣地是地方的, 這個就叫做地方分稅制, 全部朱鎔基, 好了, 到了溫家寶又怎樣呢, 溫家寶秘書出來, 但是胡錦濤就是不過問經濟的, 真的, 溫家寶就是獨攬大權的, 在經濟上面, 結果就是, 其實到了朱鎔基的改革, 是有第二步的, 就是, 其實慢慢, 這個, 北京是要退出所有的國企, 不要把那些股份全部賣出來, 台灣都未完全退出, 還有國企參股, 其實應該, 這個政府, 完全不要參加那些企業的經驗, 完全交給民營經驗, 去到這裏, 推進不了, 因為如果將所有國企再轉民營, 中共政府就轉了, 他就不是一個totalitarian government, 不是一個獨裁政府, 只是一個威權政府, 他能夠掌控政府的能力就小了, 去到那裏, 就塞住了在那裏, 塞住了在那裏, 好了, 但是溫家寶的大錯是2008年, 金融海嘯的時候, 用4萬億去刺激經濟, 這個就開啟了, 這個, 靠基建, 房屋, 鐵公雞, 來刺激經濟這條歪路, 然後一路去到現在, 結果造成極大的泡沫, 溫家寶就到李克強, 李克強, 我跟你說, 他被人夾住了, 他是完全發揮不到的, 他提出這些經濟學, 我看過他寫的經濟學是合理的, 他是懂得經濟的, 其實前幾個月我才看回江澤民寫一篇, 原來江澤民到後來, 他初中好了, 他也是懂得經濟的, 好了, 然後我就講李克強, 為什麼, 李克強, 他唯一好的東西, 就是他不是一個很撒謊的人, 他是一個比較老實的人, 你說克強指數, 已經知道他是一個比較老實的人, 自己的統計部門都不相信, 還有, 習近平就講, 全面踏入小康社會, 已經全面脫貧, 他說中國有6億人, 月入不夠1000元人民幣, 他專門講, 這些就是習近平不適合聽的說話, 這個人是吹大炮, 吹不完的, 首先你要明白, 他有這一方面, 但是我要講一下他的政績, 為什麼其實, 你不可以後期待這個人有重大的政績呢, 第一, 他做遼寧省長, 沒有改革到遼寧的經濟體系, 遼寧還是極大部分是靠國企為生, 他沒有幫遼寧做任何事情, 第二,去主政河南的時候, 他蓋住了, 即是他上手做落, 但是他一點都沒有改革, 這個是什麼, 河南的人賣血, 搞到很多條村變了愛知病, 他一樣蓋住這個, 沒有去改革, 沒有去救那些人, 所以他做了總理, 你以為他做大一點, 他有權可以推行, 不是, 一遇到一個, 即是權力鬥爭, 很厲害, 很急於掌權, 很強勢的習近平, 他是完全縮下去的, 而且他也提出一些很錯誤的政策, 就是2015年, 他提出金融創新, 全民創新, 科技創新, 結果搞了什麼, 在互聯網金融服務, 搞出P2P出來, 你知道在中國, 你鼓勵人家在網上借錢, 融資借錢, 你不去管, 沒有足夠的監管, 結果是變了什麼, 變了詐騙, 中國什麼到最後, 都變了龐氏騙局, 結果不見了7000億的人, 7000億, P&P的錢, 結果全部爆雷, 全部死了, 這個要數在李克強的頭上, 在這裏我都講講, 一個關於李克強的笑話, 就是李克強去到街市那裏, 他就問賣豬肉那個, 生意好不好, 賣豬肉那個就說, 本來都挺好的, 現在今天你來了, 都不讓人進來, 生意當然不好, 李克強又問他, 這個豬肉幾錢一斤, 他說, 平時是5元一斤, 現在你來, 那些人就說, 只可以講3元一斤, 3元一斤, 李克強說, 你切兩斤給我, 那個人就說, 我不能切給你, 為什麼? 因為你來, 整個街市都不准人有刀, 他就說, 你整塊賣給我, 那個人就說, 不行, 因為我不是賣豬肉的, 我其實就是國母, 他說, 叫你的組長來見我, 組長沒有空, 他在那邊賣菜, 好, 在疫情最緊急期間, 人們覺得李克強是比較好的, 因為李克強出巡, 就不會像習近平一樣, 封了整條街, 他親和很多, 真的跟人聊天, 這是第一點, 第二, 人們覺得他是會講真話的, 所以, 就是對李克強是很印象, 在早年幾之前, 傳得很厲害, 說習下理上的, 李克強會取代習近平, 我都告訴你, 不可能的, 那時候傳得很厲害, 這個海外的聽藏牌, 於是結果, 李克強, 我想他因為健康的問題, 他也不想做心灰意立, 不留下, 這樣的情形之下, 他現在, 68歲的英靈, 突然死亡, 那些人就懷疑, 咦, 習近平會不會弄死他, 這樣, 坦白一點來說, 去到今日, 他已經完全架空了, 不是, 他已經退休, 被習近平, 那些中央警衛處的人, 日夜監視著, 他對習近平是沒有威脅的, 習近平是沒有必要弄死他的, 這個首先第一點, 第二就是, 這些人的醫療, 跟得這麼足的話, 絕死其實是很少的, 因為你只要一發病, 你救了, 很多時候都能救到的, 譬如說你心肌梗塞, 你就立刻含一顆利底丸下去, 消化金油, 這樣就會放鬆血管, 但anyway, 這個他家似乎有遺傳性疾病, 但是, 一定那些人, 我都知道大陸人, 和海外的KOL, 一定懷疑他的死是有困惑的, 這個就是, 這個, 大家看一下, 大家怎麼說, 黑強知道太多秘密, 只有帶去地獄才安全, 這種人基本上都活到90歲, 100歲, 為什麼會這樣, 絕對是包紙幹的, 直接整死的, 人民的好總理一路好走, 這個, 一定, 現在大陸很緊張, 因為怕好像, 當日, 周恩來死的人去悼念, 就變成四五運動, 結果就炒了鄧小平, 這個, 六四那時, 四六, 六四那時, 因為胡耀邦死, 李克強, 那些人就轉了, 不去天安門, 在網上悼念, 現在是刪帖刪得很厲害, 刪帖刪得很厲害, 最後, 就有我說過傳說給大家聽, 大家說, 為什麼不放徐席呢, 他說原來, 徐字, 徐習, 所以, 連三十萬不放, 就因為徐席, 徐習, 就好像袁世凱當日, 就出去街道, 他清帝之後, 看到有人喊元宵, 賣元宵, 他姓元的宵網, 不准叫元宵, 叫湯圓, 元宵節叫上元節, 是不是因此, 這麼幼稚, 不讓人放假呢, 徐席, 大家告訴我, 好嗎, OK,